因為形勢軸肉 宛如搞木 搞木也就算了 可能因為神智並不是太清楚 會做一些令人擔心的決策 他令人擔心 例如說他連三個台階 一 二 就平地了 第三 走不下來 要他太太基爾幫他摻扶 他才有辦法一台階 二台階 三台階 觀眾朋友那個台階 並不是我們一般的樓梯 那麼高的台階 那個台階是這麼扁的台階 三個台階走不下來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美國的公民在那邊看 這是我們未來的總統 現任總統已經這個樣子 未來再過四年 還這樣 那更嚴重 更老太隆忠 然後更頓化 更慈化 然後重點是在於 原來他的工作時間 是早上10點到下午4點 4點之後他已經進入了迷留 不是 休眠狀態 他已經進入休眠狀態 然後他要完全的休息 然後9點以後他已經是進入睡夢中了 所以他的太太很強烈的抗議 主辦單位有鬼 主辦單位壞透了 怎麼可以讓我的老公有時差 因為他晚上9點辯論 所以就是他在睡眠狀態在跟大家 夢遊狀態跟大家辯論就是 9點 我跟各位 他不小心洩漏國家機密 我跟各位講一個小故事 普丁這一次不是去朝鮮訪問嗎 他是半夜2點 半夜2點40分左右到了朝鮮 那各位您想他從穆斯科飛到朝鮮 也要好幾個小時吧 那等於是晚上都沒有睡覺了 2點到朝鮮跟金正恩擁抱 兩個聊聊天講講話 第二天一早開始行軍禮 軍禮完了以後開始開會一直開 開到下午坐飛機飛到越南去 同樣一個國家元首 普丁他是這種森龍火虎 而拜登是 比木套 比那個水踏還要慢 這個時代水踏已經夠慢了 然後他是更慢 你看那個 樹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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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再看看那個習近平主席 習近平國家主席 他是去出席一場外交活動的時候 都是連串的 一整天那些要想見他的國家元首是排隊的 他一天最高紀錄可以見十幾個人 就一直見一直見 人家的工作量是這樣子 然後拜登的工作量是 早上10點下午4點就進入休眠狀態 還說他因此有時差 所以 然後他那又怪了 除了怪有時差以外 又怪說化妝師 電視台的化妝師 太壞了 怎麼可以把他先生畫得那麼蒼白 就是怪東怪西就是不怪自己就是 絕對不可怪 這個就是典型的美國人 很典型的美國人都是 很多都是這種性格 就是 所有的錯都是別人的錯 我絕對沒有錯 他的孩子 去台上表演 他的媽媽只會說你好棒 你很棒 你好棒棒 不管他表演的多糟 他只會說你很棒棒 現在拜登的太太 吉爾就是跟他的先生說 你好棒喔 棒的不對勞 即使整個美國人都說 不行吧 表現得很差 連他的同事 連他的好朋友 長官 都不得 克林頓 歐巴馬都不得不說 表現得 不太好 但是他是老死人 都已經到這個地步了 吉爾還是要說 我的老公 最棒 他表現 無懈可擊 可圈可點 壞的都是你們這些人 競選團隊給我辭職 因為就是你把我先生操成這樣 你要負全責 化妝師 要打屁股 因為你把我先生化成這樣 主辦單位 主持人太惡質了 你晚上怎麼可以9點 讓我的先生來辯論 川普可以 我先生那個 是不行的 那乾脆下次的辯論 不是9月10號嗎 那就選擇下午2點 他一定會要求下午 他沒有時差的時候 對下午2點 可是會不會他吃完飯要5歲 那就乾脆4點好了 4點不行又超過5 超過時間 又有時差了 所以要2點半到4點 剛好90分鐘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沒有人要看了 因為大家就說 那就你們自己去忙吧 下午時段誰在看電視啊 其實9點是很好的時間 美國人其實腦筋還蠻清楚的 有80%人認為說 他不應該繼續選下去了 所以我們現在在等下個禮拜 因為據說下禮拜可能會有 會有變數 會有重大新聞宣布 因為其實大家都 按耐不住了吧 就是說一開始 的確大家還在觀望說 到底要不要換人啊 要不要叫他退選啊 然後他們家 以及他自己又堅持說絕不退 但是最近 要求他這個要重新思考的聲音越來越多了 越來越多 因為有個民調出來 相當有可參考性 如果按照目前台面上的人 沒有一個人可以擊敗川普 就是特朗普 那拜登當然順理成章說 那我的民調支持度最高 所以還是我來選吧 因為賀錦麗還是輸拜登喔 拜登還是贏喔 然後拜登是輸川普 但是賀錦麗更輸 紐森也輸 賓州的州長也輸 所以目前台面上的這些政治人物 都輸 所以拜登當然可以理直氣壯的 說沒有人可以取而代之嘛 所以我還是要批戰袍 但是最近有個民調出來 最新的 有一個人可以碾壓這個川普 那個人叫做密雪兒 密雪兒歐巴馬 歐巴馬老婆 歐巴馬的老婆 密雪兒 密雪兒他的民調支持度是50%的支持度 而當他跟川普做對比民調的時候 川普就39% 他大贏11% 觀眾朋友這不多見喔 這個在美國的兩黨政治裡面 那麼民調支持度會碾壓 這個共和黨的競爭對手 然後贏到11% 這不多見這代表什麼 密雪兒在美國人的心目中 不管是共和黨也好 或是中間選民也好 或是少數族裔也好 對於他的印象 對於他的形象 是正面的喔 所以他才得到50%的支持度 這是很高的 過半了 過半了 這不得了 所以代表有些共和黨的人 還是覺得他可以的 不是應該是有些共和黨的人覺得川普 再當的話也很可怕 喔對啦但是問題就在於說 你看最能夠出來選的人 結果他不想出來選 對所以他有個人意願的問題 現在目前就是 拜登有個人意願不想退 密學有個人意願不想進 是的 那除非說拜登真的退了 然後所有的民主黨人就是說 我們組成政黨 我們就是要贏 主政黨的目的不是為了輸嗎 這個跟台灣的國民黨跟民眾黨 有很大不同 因為你知道主政黨的目的是為了贏 不是孤獨求敗 也不是主政黨的目的是為了要求敗 那全世界唯一想要求敗的 就是國民黨跟民眾黨 這兩個黨是我看過 人類間最滑稽 最詭異 最特殊 最無可理喻的 然後最不可思議的 兩個黨 這兩個的黨竟然是 不是孤獨喔 是努力求敗 明明可以碾壓賴清德 碾壓民進黨 讓民進黨敗得一塌糊塗 結果這兩位老先生 然後竟然去求敗 厲害吧 你不得不佩服 世界跟不上台灣 對跟不上台灣 但是問題就在於 美國的民主黨知道 一旦他輸了 他是一隻狗 他什麼都不是 就好像台灣的國民黨輸了 你就是一隻狗 民眾黨你輸了 你就是一隻狗 你什麼都不是 那這個就是政治上就這麼現實 所以賴清德可以說新兩國論 我就是官大學問大 我就到中研院裡面大放厥詞 我就是 兩國論 兩岸互不隸屬 囂張到這個地步 梁文傑更囂張 而且胡說八道一通 胡說八道以後人家就說 你不要 你不是兩個地區的話 你就把這個 陸委會裁掉嘛 你吃掉嘛 不行 好官自我當 好錢自我拿 但是我愛怎麼胡說八道 就怎麼胡說八道 你怎麼樣 我有權 我有政權 我的老闆賴清德 有政權 政權在我手中 我愛怎麼幹就怎麼幹 所以在我手中兩萬億 我愛怎麼花就怎麼花 你能奈我何 你一點都 不奈我何 你 國會改個案 修改了 如何 我不理會 我把它當一個 屁字 我把它丟在垃圾桶 丟在那個地方 我視線 大法官都是我任命的人 都是我們綠營的 綠幽幽的 有啊 但是你又能奈我何 我有權 這個就是政權的好處 好那請問一下 民主黨都知道 美國的政治體制裡面所有的權力集中在一個人身上 人類間在政治設計上最大的獨裁者 莫過於美國總統不可 不接受國會監督 不接受質詢 然後 你對他一點奈何的沒有 他還可以 特色 打色 拼命色 任何一個人 包括赦免他自己 所以川普不怕官司啊 他只要求勝選啊 求勝選最好的官司全部都定案 都眾叛沒關係 眾叛我對我自己全部特色光 嘿嘿 你能奈我何 我權力最大 誰叫我們美國的憲法 把所有的權力集中在我一個人身上 我就是民主獨裁 你又怎麼樣 所以我有權 好那民主黨現在要不要繼續 他現在權力在手中啊 肥滋滋啊 你看看那龐貝奧 下台一鞠躬以後 前任的國務卿啊 那個錢隨便花 下台一鞠躬以後 沒有 川普的那個 家族企業啊 然後 中國大陸說誰用他 誰都不要跟大陸來往 美國500大不敢 沒有人敢用他 就只好跑來台灣 講那個民進黨愛聽的話 打死中國大陸 放公必勝 然後喊了半天以後前來 30萬 美元 口袋塞一塞 那30萬美元是我們人民的納稅錢 為什麼要給他塞 那就是因為 有權力嘛 民進黨有權嘛 所以就把人民的納稅錢 扎給他30萬 他放在口袋 可是他現在為什麼要來台灣 求乞討那個30萬 就是因為 他 沒有政權了 他在野 他下台一鞠躬了 他什麼都不是了嘛 那就是 咬個尾巴來台灣跟民進黨台獨 咬尾巴 來要錢的人 好現在的情況 這個就是什麼 沒有政權的下場 那現在民主黨吃香喝辣的 川普說我上來了以後 我有仇必報 你們怎麼對我的我就怎麼對你們 那你想想看 那川普一旦選上總統以後 會不會對拜登的家族趕盡殺絕啊 動員他的司法力量 然後 地毯是給我搜索 然後能夠抓 一個辮子就可以抓一個辮子 誰抓到一個辮子 我就中賞 我就馬上讓他當官 反正 五五百關都是我的任命權 好所以你想想看 對民主黨來說的話 內心裡面有恐慌 有恐懼 有害怕 那要輸還是要贏 如果真的要贏 那就必須 要把拜登弄下台 所以拜登最後很有可能 我們是不情願的自願下台